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個袋子回來就白白了 光纖不會調 交際也模糊掉也不曉得 我搜尋了很多 英文字我看都沒有 我就學白夢去夢 夢出來感覺是有 這個熟悉的 就把它插進去 事實上你之前說對白 或是國民說那些 怕要調整的腳踏肉出來 或是趟過這個時間 所以說最近就比較有接觸 再也要說 台腳這幾行稍微要說 真的憑良人講還是 不懂他意思 只能說完全記起來 我們那個時候是還沒有買機器 人家都能夠一兩分鐘再播放 我們只有一個東式國中的 校門口那一個片子 一看結果 裡面的就是髮質就不行 所以我們就感慨就是 陳師兄就 九歲啊 我就是九歲啊 兩個月 我們兩個就是把這個機器就買進 就開始進 那時候他們都很貴 因為他們一千一 用的那個什麼 都是雙CPU 不可以用 剛才要十七萬個電腦 所以說不可以用就是不可以 就對了 我還要靠 摸不動的時候 錯誠感很大 因為有打開那個英文 就是英文對話 你看也看不懂 你按錯的話 那全部都沒有了 那時候我很大的錯誠感 但是有時候在那裡摸幾個 你知道嗎 摸幾個有幾個都當機器了 哇 又重來 但是摸到外面就這樣弄動了 那是很高興很高興 剛開始我們找不到頭戲來拍 因為跟學校學生都不熟 到最後我想到 啊 一個辦法 我家裡有一隻小狗 黃金六弦 把他帶過來讓學生互動 沒想到學生一窩蜂 來跑來跟我那個小狗合照 好不好看 看到誰 不要這樣 手不要這樣 我自己來這樣 咕咕咕咕 不要這樣講 會破掉啊 不要 好 來 看下一位 耶 沒有啦 如果我們工庭 如果我們工庭 給我們米的工庭裡面就好了 這樣吧 牛師兄 待會兒我們在學校拍的時候 我們就 待會兒我們主要是開學 校長應該新的學習 會跟學生講一些那個 免力的話 我們這個校長的收音都特別重要 待會兒你跟吳聖儀師兄 就錄校長講話收音 然後我就錄那個特寫鏡頭 了解 東市國民中學89學年度 第二學習開學典禮 在校長講話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慈濟工讀會 老實講 在做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有一點點心裡的懈怠 認為說每個禮拜去拍 每個禮拜去拍 到底以後用得到嗎 有時候會有一個問號 甚至那時候有在想說 是不是兩個月去拍一次 還是怎樣就可以了 當我們這次去拍的時候 拍回來再想說 下次不去的話一定不行 因為進度很快 一般的建築 他可能說一拖就是半年一年 可是我們的進度 是每一回去 每一回都是不一樣的 才知道說也不行 怪不得當初為什麼要說 每個禮拜一定要去拍 師兄你都很值得去 七萬公尺 還好啦 這裡有我們的公圖 那時候這 一塊就加上 一塊就加上 不然現在 一大堆這麼大堆 回憶說 我這樣做真是愉快 以前剛拍的時候 感覺是說自己拍得不錯 再看看別人的 感覺是自己拍得淋淋淋淋淋 真的 那個騙子 到時候真的 不敢拿出氣盒 下次來你要坐這個位置 但你身上的水平也是要最好 左邊 剛好頂到那個 有一個藍色的二層樓的房子 中間那個 藍色的二層樓 靠 향快 偉大亂 變得不一 還三日 一個聖講 一個約先 一個 一個